web3里面income source有很多除了工资之外 工资可能很多人work for很多个道 对多家的工资 然后你还有staking 还有你的mining 还有你在in-game的一些income 还有你web2的income 我们是把这些income这些东西都汇集起来 那所以这些话可能要得罪一批人 现在web3的其实的影视比web2还要长 就是任何跟那个相关系的很多事情 我认为会totally重新变革 就是把电商的拼多多变成了什么生产力的拼多多这种感觉 但是呢他今天的很多东西还是特别基本 所以说这还是wild west 所以说你今天你要去看的话 你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去看 你依然有很多不合理的 有很多是不靠谱的 但是说你要看到fundamental的东西 对那这样你刚才一打比方的时候 觉得这个business很简单 现在你一解释就觉得这个business就特别难 因为除了Google和Amorgo之间还有无数层的公司 到底怎么样才assess这个risk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比如说保险精算师 都会去做这件事 那你们一个公司怎么可能去取代 肩负成科对对对对我觉得所以说这些为什么我们是在build一个platform 在web3我们叫protocol 在protocol很多东西就是你的东西是open的 别的人可以contribute进来 比如像我我觉得我们是有三个layer 第一个layer我们是understand income 我们就build了很多个我们叫incomeportfolio adapter 因为web3里面income source 有很多除了工资之外 工资可能很多的work for很多个到 对多家的工资 然后你还有staking 还有你的mining 还有你在in game的一些是income 还有你web2的income 我们是把这些income这些东西都汇集起来 那这个每个income 说是我们不可能都去understand 所以说有比如说你对某一个game里边的income understand的很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机会给你 你去write那个adapter 这样的话我们就那个用户里边 很多在那个平台里边的那个game平台里边用户 他的income stream 我们就能够understand 就是通过这种过程的adapter 我们就能够build一个incomeportfolio 这个adapter来说实在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呢 data engineer或者backend engineer 但是对某一个income硕士 是有domain knowledge的 去understand他们可以contribute 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做 而是我们build的enable了这个平台 让很多人来contribute 所以你们在做这样一个平台 但是其实最装去做这些 也就是你说的这个community的contribution 对对对 然后我说的最下面这一层是income 在上面这一层 你刚才说的精算是这些过程的model 因为web3现在做的介贷是最基本的 所以说没办法 这就造成他能够support的就这么小 但是你想一想web2那么很多很多个model 其实你完全可以 一个机制把那些model 也跟web3上面的很多东西进行划接 所以说我们也enable很多这些 就是做这些model的人 他contribute了他的model 然后这些model呢 每一个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 be available 然后在上层最上面 我们是过程度借贷的尺子 过程度借贷的尺子 就是liquited pool 今天比如说你愿意去做 一个信用卡方面的尺子 你愿意去做invoice factoring方面的尺子 或者你愿意做车贷款的那种贷款尺 就是你提供很多资金 很多人别人提供相关的信息 你能够去来借走 那这些不同的需要不同的model 那不同的engineer 他可以build到不同的model 哪个插件器呢 我必须是进行加接 就是我们build的这么一个平台 让很多developable community 能够plug in 我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他很像data 就是data engineer去做 接入和standardization 然后有很多modeler 去把它发挥价值 然后然后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我理解了 你为什么说 你刚刚说的第二条 就是这个community 是这么重要的 因为你一开始的vision 是个特别大的vision 你要给整个finance 提供两层infrastructure 怎么understand income 怎么understand credit 这个在如果我去说web2也好 或者现实世界也好 传统世界也好 那是无数个大银行 招了无数的人做出来的 然后我就在想 你一个公司 真的要去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吗 但是现在知道了 哦原来你是提供一些 basic framework和protocol 然后让那些能做这些 愿意做这些的人 都控除别等起来 而且他们也能得到 他们的fair share of compensation 毫无疑问对 因为比如说像web3的公司 我刚才提到了community ownership 我们公司我们就50% 是reserve给早期用户 找进去各种各样的社区的 developer的contribution 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在testnet上面了 所以说我们确实是欢迎 尤其你频道里面 可能有很多DE 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跟我们联系 可以我们可以把你 如果加进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beta tester 白名单里边 然后你们可以做contribution 然后如果最终你build的adapter 最终被用起来了 那you will get your fair of ongoing contribution 明白了 就是可能在银行里边 有一个model做的特别好 对 但是这个profit 最后是被银行赚掉了 对对对 而不是被那个modeller 他可能升个值 但是在这里边 如果你的model真的是做的好的 可能很多traffic都是从你来的 那你最后你能得到的reward 也会是保持到的 对对对 那这样一比较 就是那个模糊的概念 我就变得很清晰了 这公司叫什么Huma Huma Finance Huma Finance Huma Huma 我们本来是 本来想叫Human 但是觉得那个N比较扭 所以说我们就改成Huma Finance 但是我们想的时候 结果我们团队 虽然有好几个老中 但我从来没想过 如果这个发成中文是什么样子 最后 去年领航结业的时候 我们团队一哥们马上就嘲笑 在讲台上 事先没跟我打着火 Richard创立了虎妈金融 把我给逗死了 感觉会有很多外区的太太们 往里投钱的样子 感觉像是教育基金 感觉像是教育基金 对对对 但是不败了 就是如果说 确实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敢说这个东西怎么样 但是我听起来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我们是可以发表职专长 和可以来试一下的东西 感谢这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就是和你过去之大半年的在这里不能经历 让我把一些模糊的概念变得很抽象 我之前只会觉得web3它产生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对 现在听起来解决真实的问题 然后去解决这个asimetric information 然后把risk定价 然后产生更好的激励 然后把金融给更多的人 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这个价值 你创造一个比今天更好的金融系统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价值 是看出去创造的过程了 哇 对 好的 谢谢Richard 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 是 是 就是你在这 只有一点疑问 两点三点 可能先说两点吧 说是我的疑问都还有很多了 这个领域里面有太多 就是还没有answer的问题 好吧 我问三个问题 我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作为这个创业者 然后你在这里边的创业体感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你看像我 我觉得我还是挺一个openment的人 对 然后我对crypto和对这个web3 都有很强的这个 就是我听说 如果不是我事先 事先已经对你建立了很多信任 对 听说什么领航导师去做这个web3 我说这是要去骗钱了吧 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你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吗 我觉得这方面我倒还好吧 这方面还好 但我觉得挑战哈 就是说 大家不understand 对吧 有很多人可能不understand 你这哥们 你怎么这个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对 尤其五月份的时候 不是有很大的crash吗 我觉得这crash太好了 我真觉得 因为在那之前 太浮躁了 太浮躁了 就各个群里面 全都是各种草币的事情 就感觉那个地方一进去 你就能够赚很多钱 其实这个build的过程当中 说实在的 很多时候 那时针就是让你啊 让创业者 你真的 你就没办法安下心来创造 你看到了那个机会 看到这个infrastructure的gap 你都没办法静下心来去build的 大家都非常浮躁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好 隔那么几年 有那么一次set back 让那些真正不是真正想 对这件事情有strong conviction的人 stay back 让有strong conviction 进行现在去build的 我觉得对人类社会 对科技全都是好事情 无论是web2 web3都是一样的 哎 昨天我采访Holly 他就说那个最近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就是 股票correction是吧 股票correction和这个创业公司 股票correction是一个好事 因为过去两三年太疯狂了 所以说反而让这个好的投资人 和好的创业公司 在这边非常的难受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对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那件事情对我影响不大 那件事情影响不大 我个人觉得那是好事情 那是好事情 然后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说 整个那整个transaction volume 下降很多 对 那你新出厂的公司 你的数据 整个平台的流量就少了 那你早期得到的流量就会少了 比如说我昨天在那个 Circle Converge Circle就是最大的 stablecoin的平台 然后你刚才说我呢 范利 那非常受尊敬的leader吧 范利也是在Circle做CTO 对 那个我听很多panel讲 大家感受就是今天在链上的 payments的 gross是比较慢的 因为进入这个冬天过程当中 你一个好处就是说 这种喧哗的东西没了 对 坏处的时候那个流量就少了少一些 是你的挑战 你你我都知道没有数据不够多的话 有些事情做起来会慢一点 对 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大家耐心也都有了 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给了你机会 也给了你自己 也迫使你自己更耐心去想得更彻底 把自己的一件事情做好 对 大脑都是长期主义者 这必须长期的 你这件事情如果说你此时为了 简单赚一点点钱 我觉得这玩意儿其实没必要 没有热情 对 没必要 你必须说因为做过程当中 你肯定是 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 生生死死 屈屈屈屈多得很 那你必须说你自己要 strong conviction 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去做 比如像我来看 我做的事情 就像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 可能是yahoo search 98年的时候 google刚出来 大家都习惯于 categoric search 就得到了 但是那其实是非常limited的 非常efficient 然后呢 那google出来 重新re-define了 整个search的experience 那我是觉得今天的defi 就像是98年的yahoo 那我觉得太limited we need to re-define 确实 就是这个vision 我觉得也确实是解决了 他的一个 就看他的现实问题 看得很准 我也相信这样的做法 他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过程中肯定是非常非常曲折 非常曲折 说是你必须是有长期的 有 strong conviction 你觉得这件事值得你去做 素人其境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 我们才有那种美好的美好 我觉得创业子 真正的创业子都必须是这样的 对 你如果是想 比如说web3现在很热了 你去赚点钱 我觉得那样的人 是有的人可能是能赚点钱 但很多人赚点钱 最后也都赔完了 对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你在这个生态里边做 比如说我刚听到你要做的东西是拿到别人的很多data来给他进价 对吧 给他进income的价和这个 我跟他决定他能够借多少钱 对 是以什么样的利率来借 对 那会不会有隐私的问题 隐私我觉得毫无疑问 那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web3好处就是web3可能长久的来讲 对隐私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因为web3这crypto这些圆角质主义者 对隐私其实是特别看重的 对 但是今天现实当中的web3说这句话可能要得罪一批人 现在web3的其实影视比web2还要差 因为你想你的你的钱包里边的所有的transaction都在脸上 大家都看了一清二楚的 在web2里面再怎么嘛 也就是那些公司 大家看得到 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 就是从这一点来讲 其实今天也有很多挑战 那我个人觉得为什么长久的我觉得是很有的 第一大家都believing这数据应该是 individual people should own their data 然后从技术上面来讲呢 我个人特别看好 zero knowledge proof ZKP对privacy的一些帮助 那就是说以后 比如说我要证明我曾经在Google工作过 我只需要证明我在Google工作过 我不需要提供我的员工代码 我的收入 我的级别这些unlessed信息 今天很多时候 你把你的w2发过来吧 或者把你的原来的工资单发过来 那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发过去了 这是overly exposed data 所以web3的fundamental就是说 希望你only exposed data that you need to expose 用技术和信息论去解释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那方面目前有很多很多发展 尤其是创业者那块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然后回到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我们的数据有一些是链上的 那如果你已经在链上了 那我们的privacy的程度也就跟你一样 我们有的会从web2你的web2的income这些东西 那我们也会用web2对待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处理 所以说从privacy的角度来讲对我们来讲 好为你因为至关重要的 但是呢究竟做的有多少web2web3的很多东西 也跟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些现实状态 就是你会和保持和他们起码一致的privacy水平 但是你看好web3现在不好 这个我觉得好意思 但是未来你觉得更别的 我觉得也未来 今天我觉得让我自己的钱包 说是里边的所有的transaction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点让我不舒服 但我个人也对那种钱包完全private的 大家如果是知道的话 最近那个tornado cash被block掉 我个人觉得那也是 gone too far 因为这就是前面我提到的 一个事情呢就是说privacy是好的 但是你要让所有的人能够有privacy 但也不能让坏人在那边去干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对risk management也有一定的保护了 好的 反正不同人有不同观点嘛 原教职主义者可能是另外一个观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里边可能有很多个人干的方法 技术和能解释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和一个comment 再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提一些朋友问的 就是作为一个web3的创业者 你觉得web3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我觉得应用场景应该很多 应该几乎是说你能想到的应用场景 最终都可能能实现 比如说web1刚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最开始觉得很难想象应用场景 web2一样的 但逐渐的它会发展到它渗透到很多地方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的领域是特别容易想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任何跟转钱有关系的 因为通过blockchain是instant settlement 因为我自己过去对美国整个financial系统 这些settlement过程有多土这些我了解的比较清楚 很多时候转点钱其实挺费劲的 变得也挺贵的 然后尤其是跨境的 对那些真的是挺费劲的 这当然觉得为什么 有的甚至跟你收百分之十几的钱 这些收很多的 但它因为blockchain instant settlement 你跟我转钱 你有我的钱包地址 你一发出去 十几秒钟这个transaction settle down Money is in my wallet 然后这个transaction费 当过去有一段时间比较高 但目前transaction费下降越来越多 尤其skin mobility and gas费的下降 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可行 就这个任何跟转钱有关系的 payments有关系的 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些变化吧 会有很多尤其跨境的 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第二点呢 我个人也用我们前面提到的community ownership 我觉得整个community有关系的 很多事情会重新build 就是说实际上这就证明说 很多consumer的一些app 因为consumer的app 很多的说是这个平台 和很多community的一些interaction 而这过去呢 就是这个community作为central power 并且作为central的value的capture web3呢 把那个power做成更分散 然后value更distributed 所以是任何跟那个相关系的 很多事情 我认为会totally重新变革 就是把电商的拼多多 变成了什么生产力的拼多多这种感觉 不知道 但是总之对 我当然能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社群嘛 然后我觉得那个社群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但是要想有一个好社群是非常难的 而且这个价值也是很难被capture的 一般的很多社群嘛好 但社群呢它很难创造一个商业价值 对 因为你本身要管理好一个社群就很难了 再要去思考business behind it 其实是挺难的 但如果说最终你有一定的平台能够做这些事情的话 我觉得整个社群的experience会提高很多 因为今天的社群的experience真的非常糟糕 对 就像你说的就是我要去capture它的商业价值呢 最后就一定涉及到一个分配问题 那我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owner去合理的分配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我们频道有很多就是用户或者subscriber都是很 就是通过这个频道大家凑在一起了 其实很有价值 但是我没有我从来不做商业化我也不接广告 就是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变成我用我的频道的用户在赚我自己的收益 那如果说有一个办法能让我和大家一起创造价值一起去承受 对有合理的分配 那大家为什么要拒绝呢 对对吧 那就太好了 就我觉得所有的跟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 这跟这一圈相关系的community 很多consumer的experience要重新定义 好的 嗯 嗯 那具体的赛道基本上 当然还有还有一些别的这是我看好的 我觉得几个赛道有三个赛道我是比较清楚的 第一个infrastructure 对 build整个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是evergreen的web2 infrastructure还在不断的build web3一样的web3现在还是早期这个路都还是非常颠簸的还是山路 对吧 一定距离修成白油网路还差得很远 嗯 就算修好了之后还要修很多的 所以infrastructure那一块会有很多的继续的变化 第二个 defi叫definancial finance 那本身金融系统 那是至关重要的 这本身还有很多的微信 我今天看到很多跟我们做的相关系的赛道的很多公司 我们共同来做挑战今天已经存在的那些大的defi的东西 也不叫挑战 而是说确实build下一个阶段的微信 把它抬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哈 它不见得叫一个大的赛道 但我觉得是一个领域我特别看好 就是跟zero knowledge proof相关系的事情 我觉得它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无论是说blockchain的scanability 还是做privacy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有价值 确实 这三块我是比较看好 我自己做投资可能也在这三块里面会看得比较多 然后另外呢有两块比较大的 但是我自己呢看得不太透 不是特别多 道我是认可的 就首先是decent出来的autonomous 这概念我是认可的 但今天呢由于整个事情呢 很多人呢大家都还是在特别早期 所以说对这件事情 究竟应该怎么去work这件事情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说今天出来的很多点子呢 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不靠谱 而是不work 这就是我当时觉得很多 不靠谱的原因之一 就是大多数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信任 我觉得它是一个美名题 就是blockchain没有比那个传统的 就是contract或者说是这个生意模式 都好像觉得信任 然后这个道 我觉得很多管理的东西 incentivize的东西 不是可以被自动化的 对 因为人太聪明了 对 或者说人太啊 不是简单的 incentive 可以那个multivate的 对 对 我觉得到还有另外一个是metaverse那一块 就是我本人对那一块来 我不懂 但那一块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领域 但我本人确实不是特别懂 为什么会 就是我 因为我想到metaverse 就是我第一反应会是VR 但是我第一反应不会是 很多gaming会到那里 我的VR就是gaming 就是你到了VR里面 你可以就把原型变成的 因为gaming本身 当然因为你是做gaming的腾讯 但是我本人对gaming确实engagement不高 所以说我本人对那个确实 这包括我们做投资 我们也不做 我们不投gaming方面 就是没有判断力 我是很反感 就是说metaverse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web3的games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fundamentally不好玩 然后他们没有玩的意义 然后他们好像是说 就是这个游戏之间 你的财产可以互相share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不好玩的游戏 这个东西就根本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是特别愿意被改变想法的 我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 但是我希望如果频道上 你有什么有同学对我的想法不同意的话 我是特别乐意被convents的 但是我后面两个和你的这个想法 包括前面的那个就是解决信任问题 我觉得也有一部分 就是我觉得这三个我都看不到价值 真的价值是在哪里 对 其实这个我不太懂 但是有很多人在这方面的创业了 对 我觉得机会很多 整个机会很多 还是因为crypto本身 他通过过去十来年的发展 我认为他应该已经过到 survive的这个period it's going to be here to stay 但是呢 他今天的很多东西还是特别基本 所以说这还是wild west 所以说你今天你要去看的话 你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去看 你依然有很多不合理的 有很多是不靠谱的 对 但是说你要看到fundamental的东西 尤其你看finance instant settlement 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powerful 一旦你把这个power unleash出来的话 它本身对financial系统带来的巨大变革 就会是巨大的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 那你会觉得值得去在里面做一定的事情 或者说至少值得你去关心 至少让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偷偷你的 是虚妄的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去关心去了解 会是有益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表现的第一性思考的例子 对吧 你刚刚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第一性思考 我对那个术语不熟 就是 对 我反映有机 有机会我可以出其视频再讲 但是总之就是你从这个事情 最根本的那个道理 你刚刚说的就是 Instant settlement 这件事本身是有价值 一听 它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对 在这之上再去做一些 再去build 别的东西 对 所以说我像我自己 我自己感觉 传统的过去来讲 我一般并不是那种特别早期的一个新生事物出来 所以说 为什么不是2012年 2013年 2014年我就直接跳进去了 我自己 如果说最早期的那些人是一 然后拖到最后面的那是十 我觉得by nature 我可能也就三 也就是一个early majority的性格 但 对 但是我自己 这些年我在思考 为人类社会真正创造更多价值的 是那些chill blazers 是那些chill blazers 就是我自己发觉 越活越老 但是感觉越来越年轻 更愿意去看一些 往更早期的一些事情去看 然后我自己在crypto里面 最开始我是有一种排斥的 但是最近看了之后 我觉得fundamentally 有几个东西 我觉得是革命性的东西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instant settlement 然后decentralized platform 不是一个central power 再加上community ownership 我觉得这三块基石 它会带来很多新的革命性的东西 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我认为叫它web3.0 不会够 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我看到的那篇 经济学的期刊的文章 说data如果能被人own 但是人可以从中得到价值的话 那是最好的 我当时就觉得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做到 对我当时觉得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今天你说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是能做到的 然后我就真的相信 这里面是有价值的 是不是马上要离开庭区院 自己创业了 不老板 我还要在游戏游戏 对游戏增长也很重要 确实我当时确实觉得 游戏可以给人sense of accomplishment 游戏可以给大家快乐 让好的游戏找到好的人 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我特别respect 这种像你这样的就是builder 就是他看到了这个vision 然后有conviction 这过程中的艰难就不用说了 但是就是会一直不停的 帮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对啊 对 这挺好的 我个人觉得非常exciting 说实在最近 web3你刚才提到一个体会 还有web3确实太复杂了 太多moving parts and moving very fast 并且他的思维 从web2过来 时到web3时 需要一个panner time shift 对 最开始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两只脚掉在空中 掉在空中 直到我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感觉好多了 自己卷起袖子写带 你写了一段时间带 你一下自然而然 很多那些五脉不通的 你一下慢慢慢慢就通了 你不见五脉都通了 至少有三脉你开始年起来了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主要的东西 我大概能够想得明白了 但还有的别的东西 还想不明白再继续学习 但fundamental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我是认可的 我就愿意继续往下去做 非常感谢Richard今天不光告诉我的web3的价值 给了我这么多干货 让我从一个完全的怀疑者 变成了一个大部分的相信者 哇 我那么厉害 对 看到了这个价值 但是我觉得更感谢的是 就是你真的是在用双手 用鞋代码 去帮我们去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觉得世界就是这样才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鞋代码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觉得将它死 但是这个创业本身 创业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好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 郁正好谢谢你叫我过来 但我有个步行之前 我能够借你的平台 为我过去的一个导师说几句话吗 好呀好呀好 就说我在清华的那个自动化系的导师 吴修峰导师 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导师 9月22号去世了 然后我在这儿想借这个平台 我相信也有一些瓦器的 可能是清华的学生啊 或者见过 受过吴老师的熏陶啊 我自己觉得这吴老师 在我自己这一人生当中的 影响特别大 然后教会了 我不仅 教会了 学会了很多知识 也教会我做人 说这吴老师的走 让我心里面哀思很重 在这里先借这个平台 表达对吴老师的哀思 祝他老人家 因为我走好 好 我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就一起为吴老师摸来五秒钟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好